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美 我是Kiki PK &美 徐宗盛 我們下一集來到福井縣 現在來到日本北陸地區福井縣 說到福井縣 是以東沉方和美食聞名的 搭新浪線大約三個小時就可以直搭 車站的便當都很好吃 很好吃 鼓勵快出發吧 Go 我身後就是觀光案內鎖 所有關於觀光的問題都可以來這裡解決 有很多不同福井縣的景點資訊 什麼語言都有 可以在這裡尋一下寶 這裡很舒服 冷氣很夠 這裡有電子外幣兌換機 上面有說怎樣運作 挺簡單 這裡有12種貨幣 當然港幣也有 我們先拿個私機錢來 搶錢 在這裏內都有手信店 專門去買福井不同的土產 不同的名物 先入手萊一下 我真的超高興 因為我一來這裡已經看到它這個 蝦餅 很棒啊 海鮮俱樂布 說起這裏不得不提 就是他們的福井米和福井酒 看看 這裏簡直是青糖 這裏有這麼多青酒 嘩 它是有個認證的 是有個圖片寫著極的 是有認證 它要帶那個蟹帽回來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這麼喜歡吃蟹的話 對月前蟹一定不陌生 但是這個蟹是有個季節去吃的 就是每年的11月到下年的3月 現在已經是夏天 但是因為今年是北陸新鋼線開通 體型比較細緻 而且是冰鮮的鞋 現在都可以買到 後面有人在選擇 下一站我們就來了月前瓦的工場 它是一站式 由黏土去到製成品 看到整個月前瓦都是在這裏完成的 而月前瓦是福井的名產 它是日本裏非常厲害的一個瓦 譬如很多日本的神社 或者是國家有型文化財 都會用它們這款瓦 就知道是多麼厲害 是可以防線的 很耐用 而且它的物料是不同的 這裡竟然可以讓我試試做空手道家 一試打爆月前瓦 隔壁 乾媽eny N對不對 平駛 平駛 沒有 真是的 3 2 1 這麼厲害 十片都可以 我好累 我現在試試打一個月前 我準備跳下去 3 2 1 果然這個眼睛很厲害 摸到摸到 準備3 2 1 我的手很痛 來 3 2 1 3 2 1 桂桂裙 大家謝謝 謝謝 我可以說是第一次來日本工廠 感受到他們的職人 還有我覺得日本可以說 可能在現在這個世代 很少地方會用鴉片 即將鴉片製作到極致 現代人還可以用到 有些職人會做到鴉片更漂亮 要收工仔 工廠都可以這麼乾淨 我覺得是一件很日本的事 沒想過是可以乾淨到這樣 不過裡面的環境真的非常熱 所以大家要小心種暑 如果要來的話 我們剛才大概踏了1小時後的車道 過了來 都可以玩福井縣的地標 就是東沉坊 我們便會上一輛遊覽船 來到的話 其實附近有些東沉坊的街道 可以逛逛 那就是一條斜路 這個景色可以看到海 這個位置有點長洲feel 我們有一位導遊小姐 她戴著帽子 現在來到 這個有點像天涯海角的feel 哇 我們是來的海面20米 現在這樣看一看有些位高 看到旁邊的岩石 而我們現在就會在山上 看回這片海 我們待會遊覽船 就在海上 看回不同的懸崖著壁 我們剛才看了圖 它很像恐龍的獎 這種感覺有點像 去到葡台島看旗岩 這裡這些都是 很多隻手指 還有這裡的岩石會有趣 好像不同的動物 好像有一個是獅子石 它有四隻味 我選了抹茶味 和焦糖味 我插出來試試 有點像我剛才看到 絕壁的樣子 現在吃到肚子 現在這樣吃 這個泡芙很棒 很軟糯的感覺 在吃凍包的口感 整個吃到很棒 最重要是裡面的霜霜 是爆餡 夏天不可以沒有做這些飲料 而這間最特別的是 它有水果造型的飲料 它有五款 有兩款期間限定 那一款是1300日圓 喝完之後 你把水果給店家 它就會給你一個匙巾 然後就把菇蘿吃 如果你再想加上雪糕的話 就加250日圓 一款飲料好像有三食一樣 好 那我們等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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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環境不錯 好舒服 可以配上藍天 現在太陽終於下了衣 裡面是打溶了蜜瓜 而且是很香 很冬 加上冰在裡面 終於上來遊覽船 每人是1800日圓一位 上來的冷氣很足夠 夏天來也會上得很開心 這裡是有兩個地方可以上這架 但每天都不同 怎樣可以知道在哪個位置上呢 就是去到我們剛才像長洲那條街 就會有個位置可以看到 當天在哪個位置上 要像我們今天要來這一邊的話 要過來的方法有兩種 要是叫的士過來 這種是最快的 最大機會會乘搭 第二種就是可以乘搭他們的巴士 但巴士的時間是不定的 我自己覺得如果過來 是可能乘搭的士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它的距離車程 可能大概5分鐘左右 去這裡每天就是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是會有船的 但每天的班次都是不同 剛剛好準時3點開船 現在好漂亮啊 外面的海 果然 難怪每天的上船4點都不同 看看現在 因為今天比較大浪一些 所以現在船上都比較拋 不過我已經有吐吐袋了 好 那我們整個船程 35分鐘左右就下來了 沿途其實挺豐富的 看完它的轉迫 其實它真的有不同形狀 有些會跟著浪的形狀 有些會是平一些的 真的看著一個地理奇觀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就是去了洪島 其實它的外形 是好像鯨魚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Hunter Hunter 乾住的島 很像那個鯨魚島 而且它有一個紅橋連著 這個船比我們想像這種鵝 完全是搖籃狀態 一定要吃雲亂魚 我們下一集就進入民居附近 而且很清楚看到洪島 現在天氣很舒服 太陽開始下山 和今天晚上完全是天同地比 我們準備進入這間藝術館 好像民居一樣的設計 很期待裡面有什麼寶藏給我看 就是因為裡面不可以拍片 所以我們好像以前這樣 看完出來就和大家分享 進來之後 一個主理人說 可以讓我們拍片 真的太好了 因為我覺得這裡 不單是眼睛 而且是用心去感受 然後再聽到周圍 就是大自然給你的訊息 這裡就是對著 紅到這個景色 現在真的超美 有營酥光 看到主理人一打開這個門 好像開會一樣 但整個感覺不是 是因為它好像一幅畫 它已經有自己的藝術角度 去欣賞這個 它製作了抹茶和餅 來招呼我們 那張飛是包著這個體驗 你吃那個餅 再加上喝抹茶 再對著這個景 然後你整個人突然覺得 我生存在世界上真的很好 有這種幸福感 就是令你個人覺得幸福了的感覺 就是一個窗 是一個很大的玻璃窗 然後你對著這個景色 是很漂亮很舒服 你可以坐下來看 然後主理人是說 為何會發展這個家 變成一個面師 他是用了50年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 然後我聽完之後 覺得很感動 就來哭了 日本人很喜歡說一句說話 這是我今天覺得最震撼的一幕 我沒想過進來 好像有一個寶箱 那樣 哇 開了下去 他每一天就是一幅不同的畫 還是一幅新的畫 我想這就是給他一個成功感 可以做到這麼藝術的東西 一定要記住自己的初心 記住自己的夢想 向著他出發 我不說了那麼多 大家用心心去欣賞一下 至於這個Museum Demand Book 其實是透過網上預約的 每一個人就是2000日圓 在這裡享受一個小時 包含一個T-Set 就是剛才所說的抹茶和甜品 其實我建議大家可以預約10個小時 哈哈哈哈 說笑 因為其實他每一個小時 都是有不同的景象 天氣的變化 再加上他的島和陽光 是不同的 其實他旁邊的窗戶 都有一些小巧思 他其實是用了一些玻璃 打下去的時候 是會截射了一些彩虹出來 基本上你每一進過來 不同的時間 他截射的彩虹就會不同 但因為我們現在是大約5點 就日落了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就看不到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中午時間會最好 這間酒店是一間2024年1月新開的酒店 我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他的房間 其實基本上都是用一些古民街 改建而成的 而Check in 的地方 和這裡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我們Check in 完之後 然後再過來這一間房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叫他一間房 我們好像住一個獨立屋 是兩層的 其實剛才Check in 那裡 他都會有一些Lounge 會有一些清酒 可以喝 還有一些不同的飲料 到晚上10點就沒有了 大家都可以過去喝一下 這裡其實都很適合夫婦 情侶過來 可能30至50歲 特別是已經不是第一次來日本 始終福井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相對比較難滿 和還未開發 大家都看到是新港式 2024年3月才開 大家開車過來也OK 因為他的環境很大 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我們這個Package是連夜吃 是包早晚餐 如果大家不包早晚餐 這間房子 其實我在網上搜尋 是多少5萬3千多日圓 就已經有 在官網預約的話 開著兩層 現在這麼大的環境 我覺得是沒得談的 但如果好像我們吃一間 米爾之年推薦的法國餐廳 我們的價錢連早晚餐 是9萬日圓 我們也不說太多了 我們先做room tour 大家看到這個是圓關位 我覺得這裡是放了10個行李箱 剛才一團人過來 一點難度都沒有 因為2024年1月新開 是很新的 這間房間最多可以住了4個人 日本的酒店大部分 都是逐位逐位的計算 旁邊這部是有個Tablet 它有什麼需要 例如你要打電話 或者你要借東西 可能借湯豆等等 其實直接這部Tablet 已經完成了 這裡的房間 其實每一間都是不同裝修 我們這間就叫坤沙門 大家可以看看這裡 就是這間 這裡有個廚房 因為它有電磁爐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升盤 下面有不同的餐具 我聽酒店說 很多外國人會過來 連住幾晚 有時候可能他們的餐廳吃東西 有時候自己煮都可以做到 當然碗碟等等的廚具 已經有的也會有的 雪櫃裡面其實已經有一些東西喝了 就不用咬我就是給錢 上面這裡有一部洗衣機 因為剛才有說過 很多人是長住的 所以洗衣機是必須的 可以說是一個衣櫃 裝修很新 我覺得它的裝修和燈光 都想營造有以前那種的味道 特別可能是你會看到 地上的木地板 全部都是用一些深色的木 然後你會看到一些 比較舊的畫作 但它又會融入一些新的東西 你看看以前的涼木 是看到天花板 是樓底極高 因為它有兩層的 這個位置是特別 好像通了上去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浴室 一個洗手盆 它已經給齊了所有牙刷 那些個人護理用品 有一個面佔下通 這邊就有一個繪木的浴缸 你一打開 其實已經立即聞到那個香味 我覺得是一個高級的浴室 看完地下這一層 趕快上去 上一層 Mina Ishuni Sleep door 真的沒試過住酒店 住的房間是有兩層的 特別興奮 剛才看到睡房 床頭有床頭燈和拆掃 這邊這麼大個櫃 一開這邊就是洋式房 躺床 而另一間就是和室 躺在泰泰面上 Kiki 阿林 今晚來的 我呢 這邊先享受 這個房間極大 那些行李箱拿不拿上來 現在已經天黑了 那看看外面的街景 嘩 真是很黑 不過是沒什麼好看 都是對外面的 好 接著過來這邊就是和室房 全部都是榻榻米 嘩 磨砂來的 對 我們就會負責做這個沙巴 待會就要吃完 下次就給大家試吃 希望他們沒有肚痛 哈哈哈哈 3 2 1 好像很會吃東西 好 我們現在來到月前蕎蜜之里 這裡是專門吃蕎蜜麵 而且它是有個類似建殼 即是有個東西可以給大家 直接做蕎蜜麵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 類似是那些烹飪課程 對 好像去泰國會做蕎蕎 然後來到日本是做蕎蜜麵 跟我們平常吃蕎蜜麵的分別 就是它沒有用芥末 它會用蘿蕎蜜來取締 那為什麼呢 因為蘿蕎蜜本身也有少少辣 也會加上木魚碎 然後它直接連湯一起吃 因為通常我們看到這樣整碗 我們都會以為是熱的 熱的才會是這樣碗上 但這裡就是他們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月前的特色 就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是自家製的 用了三款的魚去做 包括沙甸魚、堅魚和青魚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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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們剛才的成果 我就發現跟外面的蕎蜜很不同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外面的蕎蜜很整齊 這個麵已經吸了一些湯 而且是很重的堅魚和原湯味 加了一些醬油 整個是鹹鹹的 而且是很開胃的 這個蘿蜜蓉真的有點辣 吃完之後它的辣的味道殘留在舌頭上 天辣的蔥 整個感覺是有鹹又辣 錯有錯 湯的味道是比較有口 而幼的是比較有彈牙的 很不同的味道 好像在吃蔥蔥一樣 真是挺搞笑的 如果想像我們一樣 都會做以前的蕎蜜麵 可以透過上網預約 可以透過info box 可以透過info box 而且就算是個人來這裡也不用擔心 它的影片是有日文、英文和繁體中文的字幕 所以大家的語言是無通的 來大安禎可以體驗到日本的傳統文化 而且還要給你周圍 大自然的氣息包圍著 我現在來吸收天地靈氣 很棒 不過我們今次的活動是在室內 下不下雨都可以體驗到 事不宜遲 快進去找大師 快點快點快點 這位高橋真女一起聊聊天 打破了我對真女的固有認真 因為跟我聊了很多聊天 好像朋友那樣 所以大家就在這裡聊聊聊天 然後繼續吃東西 我看過那些真女的感覺很不同 然後她也是這樣說 如果香港人看到真女 是覺得幾尊重 幾大件事 但這裡就像朋友那樣相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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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不是很有规范 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或做法都不同 挺好 挺灵活 大家都知道福井的名物就是清语 而这里最特别是清街道 而这个馆不用迁入去看 里面就是了解一下以前清街道是多么发达和繁华 看到清语的运送过程 是四方八达 所以特别出名清语 这边是这里的手信 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这里整个架都是洪川宿限定的东西 洪川本国有些粉可以给大家冲来喝 有不同口味 旁边这个櫃是清语寿司 我们之前在福井站的时候都试试过 其实他们的清语真的特别好吃 距离刚才那间手信店十分钟的路程 就到了若峇清街道洪川宿 这里的建筑物是古色古香 好像很多古文家 而且旁边还有一条小流水 听着流水声对着环山的感觉很好 是被日本选为重要传统的建筑物群保存地区 挺值得来 而且现在真的很少游客 有个好处 就是趁未被游客攻占之前 快点来到 我们今晚就会入住这条古街的酒店 身后这一间八百红村 我们今晚就是住这间房 一看门口好像去了古代金库 不知道开了会怎样 应该是厅 看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家 大家还有一个居住 这间是一间独立屋 又是独立屋 是比我们上次那间是更加之便宜 但尺寸也是两层 但我上网看的价钱 我觉得非常划算 它是三万七千日圆两位 如果包上早晚餐的话 就是五万二千日圆 我觉得这个价钱主体超值 大家可以住到这么大 而且又是这些古文家 所以大家可以再上网看价钱 不过就要留意到这个位置 交通上就比较不方便 建议大家自驾游会是最好 刚才都看到了 门是这么大 那去Check in的位置也是不同的 而且大家要留意到 7点之后 几乎是没有人在Reception 如果有什么很紧急的东西 就可以在Line找他们 他们就会冲过来 他是这样说 所以大家就不要迟过7点Check in 而且这里附近是没有便利店 整条街应该都没什么店银子 会开到这么晚的 旁边这边就是洗手盆 也有齐杀个人护理用品 浴室就是干湿分离 也看到很大 也有洗衣机 干都挺大 装修都挺新挺漂亮 很舒服的 这里两个人浸泡应该都可以 另外一边 这个櫃是开不到的 然后就是洗手间 我觉得是这些很市政 用胡桃木色和灰色来做配搭 我觉得是配合古文家那种 有点伏古风 整体是很新的 然后这里有多栋门隔着我们的厅 一打开真的哗了一声 因为真的很大 都是那句 如果以这个价钱来说 是真的超值的 这个就是榻榻米区 很多都是用这些深木色 配上这些有少少显旧的黄色 这间房的和室已经是很漂亮 我觉得 燈旧我觉得融合得非常之好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厨房 大家如果不需要一泡两食的话 其实它也有一个厨房可以给大家煮食 它有一个土窝 那为什么它会放在这里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早餐是明早自己煮的 但是它的食物其实已经冷藏在里面了 然后下面这些就全部都是 不同的厨具 厨房用品 煮等等 其实全部都在里面了 雪櫃都非常大 然后中间有个中度 它有个升幅 是极大的升幅 然后下面一样都已经有了杯 碟 长的木桌 有四个位置 其实这间房子最多是可以住四个人 这里就是一个暖楼 我想它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开 因为它这个厨应该是厨房 那我们介绍完这层 上面一层就是我们今晚的睡房 这个楼梯虽然很设计感 不过不知为什么 看看下也有一些危险 总共有两间房子 都是不同风格的 这边就是胡色的 它已经铺好床 也不需要自己铺 Kiki是完全撞到头头几次 那些股民家就是这样 楼底比较矮一些 而且门也设计得比较矮一些 好像笛色一些 至于这边就是洋式房 这间就明显小一些 只放了一张床 一种好像在卡通人物一样 变家屋的感觉 好了 那我们刚刚check out 完成了我们 福井院三天两夜之内 今集的行程融合了 当地的自然环境美食和传统文化 是完全一个深度游的体验 其实我们这次就住了两间不同的旅馆 两间其实是古文家改建 第一间装修比较新的 而且是吃法国餐饮 我们昨晚那间 他就是吃一些很传统的料理 而且里面是比较旧的 我觉得完全体验到他们的新旧融合 非常之正 对于我们来说 就要玩得比较轻松一点 还有周围的节奏都很满 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 我自己都挺喜欢东尋荒 我觉得是一个挺漂亮的形式 就喜欢这一边这条古街 红村松 因为它的感觉是古色古香 它的建筑物都很漂亮 还有被这种群山拥抱住 好像回到古代 所以其实福正园就有美食 文化和自然景色 很欢迎大家带到家人 和朋友过去探索 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